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答应你 好 来来来 你看 八宝粥 这是我特意跟官师娘学的 你受着忙活都把这腊斑结得忘了 这时间过得真快 抓眼就快过年了 来 尝尝 一 二 三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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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四 一 三 一 三 都背好了 啊 莲花 这段日子 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 有你在 这好多坎儿都迈过去了 天鹤 我是个女人 你说 这家里没一个男人撑着 真的走不到现在 来 林华 其实吧 我这心里 一直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可是 这在心里憋着吧 你一直说不出来 今儿呢 我就把它说出来 你看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日子 要好好地过 我们 已经成亲了 只有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才能 过了掉很多的坎儿 只要我们 好好地过日子呢 才能 对得起声的 你说是吧 莲花 所以呢 咱们今儿啊 就好好地大醉一场 明天 就是新年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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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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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哥 你们真打算站了山头 招兵买马也当山大人去 这兵荒马乱的 咱现在有钱了 凭啥不自己干 兄姿哥 你就真不想 兄弟 别说了 我的心思二奎哥知道 这辈子你不就是我的亲生吗 哥 懂你 什么也不如那女人 能拴住你的心 回家 好好跟人过日子 好好待人去 得嘞 那咱说好了啊 到了北京城 我请吃八大楼 行 那咱把这个分了吧 用不着 这玩意儿我用不上 你们自个儿留着吧 好 得 好 路上用的盘着 好 像这样 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不上 这样 回去把它藏好了 哥希望你一直都用不上它 好 以后有事儿到新山找个 走 走 走啦哥 来 西老婆 您能不能换个地方唱 您瞧我这一大家子 琴师龙套 还有这些做杂役的伙计 算算也得几十口子 全指着这细园子吃饭呢 我还是那句老话 您不走 我绝不能哄您 只是这细园子 没有了客人 时间一长 肯定只有官账的份儿了 没别的路 没问题 明儿个 我就去找别的厂子 那 那我就替大伙儿 谢谢西老板了 我也是没辙呀 我也是没辙呀 安安 老总 拿着买酒喝啊 那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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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啊 老子回来了 老子回来了 莲花 谁呀 谁呀 叫什么叫 来了 这谁啊 这是神经败业的 这么晚了还 九云 是我呀 我还干嘛呀 鬼呀 你怎么了 你别过来 你你 你是炸事还是还魂呢 我炸什么事还什么魂啊 我回来了我 哎呀 莲花把坟都给你建好了 哎呀 你怎么出来了你 哎呀 你是不是缺钱了 缺钱别自个儿出来 你脱梦啊 你脱了梦 我 我明天就给你烧纸钱去 哎呦 我回来了 我好好回来了 老公爷 这 这真的 真的啊 莲花呢 来 莲花 来 莲花 来 莲花 莲花 莲花在你们家呢 莲花在我家 对对对 快去 去吧 去吧 您歇着吧 哎 他没在家你也别回来了啊 有什么话咱们天亮再说吧 这深更半夜的 你多吓人哪你 哎呦 本来我就胆小 哎呦 哎呦 你看 怎么不小心啊 莲花 莲花 生子兄弟 生子 生子 真的是你 你怎么还活着呀 是啊 我从阎王爷那儿逃出来了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生子 生子 你没死啊 你回来了 啊 生子 主子 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你还不知道呢吧 这莲花现在是天和的媳妇了 他们已经成亲了 天和 你给我出来 天和 你给我出来 生子兄弟 你干嘛 等待啊 既然你没事 又回来了 一群哥 学生可以了 我做 啊 就是啊 兵们 和你一群哥 我字形就是你 啊 我字形就是了 你啊 你是什么 就是你啊 其实你呀 你是她的人了 珠子 你真能开玩笑 莲花是我媳妇 天河是我兄弟 他们俩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呢 莲花 你不说话就不承认呗 你看他们都误会你们俩了 莲花 我知道 你想我想的着急 家里救援又对你不好 你就帮我们大杂院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天河 你是照我的意思来照顾莲花的 对不对 对不对啊 天河 盛子 你别这样 我哪样了我 我哪样了我 我活着回来了 我哪样了我 你们都谢了吧 我们俩回屋说话了 你干吗呀 珠子 咱们直接跟我说快点 咱们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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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回事啊 我哪样了 你干吗 这是什么好事啊 你对我说 你甭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媳妇还没过门呢 让我兄弟给娶了 这叫什么事啊 你别嚷嚷 这让人听见了 笑话 还怕人笑话 我都成王八了 我还怕人笑话我 都别拦你 你不 送开 我崩了头 天和 你不仗义 你就是小狼崽子恩将仇报 你娶媳妇你娶喜珠子去呀 你干吗非跟我过不去 你娶莲花 你给我出来 生子兄弟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是怕莲花守一辈子的火寡 所以我才带你去了的 站住 我出去献去 这事还不够你果乱的 师父 一会儿天和的脑袋可就没了 他脑袋有没有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媳妇是莲花不是你珠子 两个男人为莲花抄家伙 莲花出来了吗 这事啊 你少管 回去 生子兄弟 我一直等你回来 我想等你回来之后 我就让给你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 可是我一直等 等来的却是你的表 和你的信 送信的那个人说你死了 莲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三年三夜都没合眼 一只哭啊 兄弟 你有没有想过 她是一个女人 你还能 让她去死吗 回来还是我的错 我回来忘了我的错 一会儿 沈子 咱们谁都没错 错的是命 开枪吧 你把我打死 我死了 我就不欠你的了 你怎么就变了心了 我没变心 你走了以后 我天天地等着你盼着你 我盼来的是什么 是你的死去和那块怀表 当下没有天鹅草就死了 你知道吗 去哪儿 那时候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 莲花 是我对不住你 我在外面的时候 要不是心里 时时刻刻惦记着你 我也早就死了 盼子 我以前对你是真的 我现在对天鹅也是真的 你对他死不心吗 我是他的人了 我已经对不起你了 不能再对不起他 那我那么算什么 你开枪啊 你把我打死了 什么恩怨都没有了 你们两个还可以做好兄弟 你开枪打死我 不该是我呢 咱俩有缘无分 这就是命 我怎么可能杀你 你是我的命 兄弟兄弟 亮花也是我的命 他也用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你会一生一世对他好吗 我会了 我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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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看你啊 哎呀你昨天哪 还不动我 我跟你说 你你怎么样昨天 哎呀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 咱们拉车的就得有点眼亮价 对 要不然 还有满车 看这个混雞 看这个混雞 管主持人 你把这个混雞 还没想到 我用大石头 是吗 这够吗 这家伙事在外边挺有 在我这儿吧 又不少 你是个好把事 想回来 说一声 咱车行里的车呀 你随便跳 得嘞 先谢谢你来出来吧 俩人挣了钱 这钱我一定补上 走了 上楼 等等 那儿呀 你最好去包裹好 最好找个地方把它买起来 省得惹祸 走了 走了 爹 反正 爹 您慢走 爹 您慢走 爹 下次再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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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您说 带几个弟兄找红七推债去 得嘞 又多了一份孽债啊 我这辈子啊 您怕什么呀 这债多了不愁 阎王殿里一笔勾销 生子 你这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 哎 生子 我知道 那事啊 高隋身上也都不好过 不过 你得想嗨点 这世上啊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 像你这么机灵 还怕讨不着老婆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谁说要讨老婆了 别人带你 走吗 不走 问他 生子 你这一上午 一趟活都没拉 没看我正歇着呢吗 拉活去 好好好 你上车 踏步走 我走 来 上车 怎么Кikt Über 还有竟然 哈哈 hatred 读书 那句话 读书 使 effet 王爷 来 来洗澡了呀 好 来 来 怎么着 好 还怕我呢 不怕不怕 地上有影呢 那是人不是鬼 那您这是 我就是有点不习惯 哪不习惯 生子 这么早就收车歇着了 我又没老婆没孩子的 我出那么多汉我图什么呀 能挣够今儿的酒钱就得 生子你这话说的可够噎人的 洪爷 您看您多心了不是 我这可真不是冲您 这些日子啊 我算是活明白了 全都靠不住 能挪喝一天是一天吧 你打算怎么了 只要有钱 没有买不着的像模样 咔咔咔咔 得嘞 洪爷 您请 得 回见啊 洪爷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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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我 快走 别脏了我的衣裳啊 王爷 这大下午的跟这儿溜弯啊 溜弯还分什么时辰啊 溜弯还分什么时辰啊 您抢您这么一来 把大伙都吓得都躲着你 我这不是陪您溜溜弯的 走吧 到哪儿啊 齐二爷府上 咱们聊聊吧 齐二爷 走 走 别 你放什么 我不跑 他秀 干嘛呢 放开他 这 你没看见哪 腿都哆嗦了 还能跑得了 是是 洪爷 我听说 你借钱的时间可不短了 也没个性 你不怕弟兄们惦记你吗 我借了 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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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借了 借了 多少来着 二爷 半个月前 红七从咱这儿借走一百块大洋 这利滚利 现在欠咱们五百五十块大洋整 洪爷 听清楚了吗 您这个算法 那不是讹人吗 听见没有 他说咱放高利贷是讹人 洪七 这钱是你借的 这鸭也是你话子吧 没人逼你 你现在掏不出钱来 是我们讹人 你以为我们斧头班都吃干饭的 别别别 三爷 三爷 千万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啊 二爷 您让他把那玩儿给放下 不是在我眼前那晃来晃去 我约我 说实话吧 我那钱是替莲花借的 他要看个水果摊子 要不你们找他要去 找莲花要 那可是住个王爷府 吃个满汉全席的主 这个 落魄的王亲 总比咱那贫人百姓要醋啊 这个我 我没嫌 我就是个中间跑腿的 你说 你这 你你千万别跟我致着个气啊 白纸黑字 可都是你签的 白纸黑字 我凭什么找人莲花要啊 我凭什么找人莲花要啊 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 买谁 二爷 你们找我要钱我又没有 给你们出主意你们又不去 你让我怎么办哪 要不咱们这样 拿人抵 那谁啊 莲花啊 那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 红七 我给你两条道 一 让莲花来抵着 二 那就得拿你这条老命 给我抵着 你啊 回去好好想想 来人 先给他点颜色 瞧瞧 来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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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说 二爷 这点事 娇爷 你 冷啊 娇爷 您这怎么了 来 拿换钱 拿换钱 谁把您上这热了 您又得罪什么人了呀 您说呀 您倒是说话呀 您倒是说话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借了七二爷的高利贷 这辈子我也还不上 七二爷说了 要么拿你底债 要么就要了我的命 我哪能让你去 欠钱又不是欠命 走 咱们找他去 莲花 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啊 我给他做长工 每个月的工钱我都给他 三年五载的我就不信还不上 莲花 秀爷 连累你了 你不用去了 我顶着 不就是死吗 行 行 秀爷 别说死死死的 咱们赶紧去找他去 我就不信了 只要不死 这钱就能还得上 走 慢点啊 喝 秀二爷 我给您当长工 当用人 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我旧月欠您的钱 迟早能还上 我 活得了这么长吗 我要的是现钱 现钱没有 我说了 我可以给您当长工 秀儿爷 连累的主意不错 就这么办吧 那滚一边去 拿倩条来 公秀 看看 是这张吗 是是是 没错 没你事呢 打出去 来 凭什么打我舅爷呀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田经地义 我把你卖到拔大糊涂 我要的是现钱 过来吧 我把你卖到拔大糊润 你放开我舅爷 放开我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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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爷 别快走 快 别怕出去 快 我 我 我 别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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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是人的我 让他把手业拿上 滚 滚 男人吃了拔财 女人吃了漂亮 包林治百病 包生儿子喽 虹爷 干什么去 回家看看 来啦 离车 不用了 不用了 虹爷 你 您大人 二爷 这儿去哪儿啊 和书啊 帮我看着哪儿 就怎么回来 是 我知道 你有一肚子话憋着要说 可是我真帮不上你什么码 只能是听你说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 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取莲花 可是一夜之间 我媳妇被我最好的兄弟给娶了 不是 老张你告诉我 我 我还能说什么 省的 我还以为呀 你想开了呢 我告诉你 我想得特别的开 不就是女人吗 一到晚上满的街全是女的 你知道吗 去过窑子吗 没去过吧 我告诉你 窑子里这什么小翠儿啊 小红啊 小绿啊 你这样 完了 没救 身子 身子 不好了 不了 出事了 高级门慌了干吗呢 坐下喝酒 喝个屁 莲花 莲花出事了 干吗 老师 二爷 你又不是不知道行情 一开口就三百块大洋 也太高了点吧 这话说的 不知道整个天桥都姓齐吗 能给你们家送来 那是给你们家长脸 还有给脸不要脸的 我们当姚姐的 哪还要脸啊 认钱 花姐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姑娘的姿色怎么样 倒是了 这姑娘那姿色嘛 还不错 可这性子 倔得跟驴似的 也没什么笑模样 调教她呀 得费我不少功夫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就看见驴似带着脸花 去了千二家方向了 这有啥稀奇的 可回来的是吧 就驴似一个人 还抹着眼泪 我给她离吃她都不要 着急忙慌的就跑了 后来我看见 从千二家出了一辆马车 捂得严严实实的 直奔扒得胡同了 我怕 怕是驴似把脸花给卖了 啊 盛子 要不 你去看看啊 驴似的事 找天和去 那是她喜欢 天和不行啊 谁说她不行的 她行着呢 没看出来了 这小子蔫坏 哎呀死 那不一样 你手里有这个呀 喝酒 这都是朋友 节骨眼上你不能置气啊 是啊 生的 要咱们看过去吧 要咱们看过去吧 说完了吗 滚 臭臭臭 撑着 你变了 从你回去之后全变了 以后我还不认识 我看不起你 站住 再医生 深央 所有嗣伷 都会 是 且 我就担心了 要怎么找事 但是 再估讯死你 你 快点 她 她有枪 你也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吃过的枪子比你们吃过的饭粘都多 把手解开 快点 别让我见多了 甭吓唬人 我这可真不是吓唬人 是我这兄弟脾气爆 说发脾气就发明天 连我这当大哥的都得让着 我这一位是七二爷 哪位是七二爷啊 您就是七二爷啊 九雅 这位兄弟是哪条道呢 跟这个女的是什么关系 非要替他出头啊 我就是一臭拉车的 哪条道都不 但是连婚是我媳妇 听明白了吧 一个臭拉车的 有把枪就敢撒瘾 你也不扫掉扫掉 这是谁的地方 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 我这枪里压满了子弹 不怕死的事 来试试 老宝子 买身器 只要划 kı 我这一位 你 你 二爷 您大人有大量 蓮花一个女人这不容易 您多单几 蓮花 赶紧走 哎 怎么着 想替你们家主子尝尝枪子是不是 跳 都给我听好了 谁再敢上前一步我就开枪了 千二爷 留着这东西 让江湖人笑话 您不干正常事专门欺负我 齐二爷爽贯 来话 走吧 没事了 沈哥哥不能回 别跟这儿惹齐二爷心烦 走 盛哥 好 谢谢您 二爷 莲花一个女人家做点小生意不容易 您要是再让我看见再找她麻烦 别怪我这枪子不长眼 今儿个 我在了 不过以后 咱们肯定会见面的 当然 来一天呢 您可以去铜河车行找我 到了晚上 就去西山 到那儿一打听西山二规 就找找我吧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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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过去砍了他 咱们爷们儿 灾了 先回去 都怨我 怨我 怨我没本事 让我是一个老爷们儿 连点本事都没有 连你都保护不了 天河 你别这么说 这事谁也怪不得 怪我倒霉 你这样 我心里难受 这次多亏了生死兄弟 这以后 我怎么报答人家 先别想这些了 以后找机会再报答他 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 就怎么把咱们这日子过好 二爷 这口气不能就这么白白的咽了 我担心的是西山上的土匪 咱手底好歹有几十个弟兄 不行 就跟他拼了 拼了 拿什么拼的 就拿这个 你们手里有这个吗 不行就把莲花袋抓回来 要不然咱斧头帮里 脸把哪儿割呀 小脸小八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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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我这次离开北京 我就不打算回来了